木質的色調 亞法城市的海報 連廁所的門上 都是以色列等一下的手勢 看得出老闆 對以色列文化的熱愛 想在台灣 也打造出耶路撒冷古城 亞法一般的風情 我們一進到這間餐廳 就看到牆板 印著很大的字樣 我想要訪問老闆 這有什麼很特別的含義嗎 其實這面牆對我們來說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Stament 一個表現 我們服務完全不同的族群 包括瑞麗 所以它是一個幽默 然後意思就是沙蓋 我們在講沙蓋 基督徒都會知道 其實這個場域當中 我們還有提供的一個藝術氛圍 就是你們看到的每一個海報 都是我從亞法那邊空運過來的 這些海報都是1900年到1960年之間的 一個宣傳海報 來的人都能感受這些 這些在以色列復國期間當中的 一些宣傳海報 嘿嘿 在地特色的飲造 當然少不了美食來甜味啦 就像台灣有滷肉飯 韓國要吃泡菜一樣 到了以色列 絕對少不了口感細膩的鷹嘴豆泥 拜訪過以色列20多次的老闆 就特地選用了以色列進口的 芝麻醬調味 讓去過以色列的人 可以再次回味 沒去過的也可以體驗當地風情 其實鷹嘴豆泥蠻特別的就是 結果那天我在跟一個以色列人聊天的時候 他說他們做鷹嘴豆泥的時候 其實家家戶戶有時候還會比誰做的好吃 誰做的不好吃 然後他們說神是第一 絕對是以色列第一 那第二是什麼呢 就是鷹嘴豆泥 會有配合台灣的關係 而加入台式的風味 其實都沒有 其實當初的時候我是滿堅持 就是要很以色列道地的 不過這樣熱愛以色列文化的老闆 開這間餐廳也不是他的初衷 但因為回應上帝的呼召 要透過在地文化讓人認識上帝 在聖經裡面也提過五花果還有石榴 那我們希望素材 就是以聖經的一些水果食物來做素材 那我們希望這間餐廳 就像這個聯誼一樣 是以色列一個溫柔的聯誼 然後在台北 台灣這樣子擴散 真的讓我好像 置身在那種以色列的國家 在吃食物一樣 然後我就接下來我就會想到說 下次我一定要帶我的家人 或者我的好姐妹 一起來就是品嘗一下 這個很到底的以色列餐 以色列料理飄香北台灣 讓嚮往以色列風情的韜客 不用出國就可以興奮體驗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見